議長加油 支持者大喊加油 甚至要求合照 台南市議長李全教來者不拒 甩掉議長會選一審敗訴煙霾 不過判決前 李全教抵薪選民服務費 出席費特別費加一加 每個月領走40萬8千元薪水 如今議長停職議員停權 照樣坐領13萬8千元甘薪 這13萬多的薪水 到底領得有沒有道理 李全教神隱一個上午 終於出面說明 一切依法規定 這個社會已經充滿偽善 不需要做偽善的事情 對台南市來講 除了是一個恥辱以外 他現在能夠為市民 所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鞠躬道歉下台 13萬8千元月薪該不該領 李全教賴清德隔空互嗆 不過外傳李全教擔心 而選中的議員 當選無效之訴不樂觀 計畫宣判前 此議員重新參加補選 希望保住議員資格 賴市長得了便宜 你還賣乖 這種刻薄 只會激起我更大的這種鬥志 所以我會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也是法律上的漏洞 我覺得這個沒有道理 立法院應該要修法 二審宣判前 要不要辭職投入補選 李全教話沒說死 此事從議員當選無效 到議長會選 接連敗訴處於劣勢 李全教是否斷尾求生 引發關注 記者賴冠莊 王書宏 談到報導